詞曲 李宗盛 在玉成在路上的時候 有聽到一個同學說 那個... 那個... 智障的也要來上學了 早逢情報報報完 白浪出沙灘 採著伯母走向你為了 怎麼地報報完 一個腳一直下雨一團 什麼時候時光 知道夜色多麼 我倆再回家的路上 從小他就是一生出來 就是比較緩慢 他到周歲半才會走路 就鑑定到是輕度的 其實... 暫停一下 我的心意又來了 我那時候也是突然眼睛失明了 我眼睛看不到 全部都是要看我老公 一團眼神跟我講 他說媽,為什麼你眼睛看不到 也有人在嫌他說 他是製造一個小朋友 看到他媽媽 他的媽媽眼睛看不到 會有那種... 情勢的那種感覺 很奇怪 讀書的時候 像是成績差吧 然後就很奇怪的是 就明明... 就明明有... 正常的... 正常的同學 明明... 明明成績比我... 比...比我差過 結果他就沒有起訴那位同學過 我想我應該心裡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好欺負吧 行動還沒之類的 就像是智障啊 白痴啊 這樣之類的 難聽的話 有些同學是直接... 攻擊 對 我甚至還有一項的時候 好像有同學曾經試拿木板 就打下去真的蠻痛的 要出門前我都會說 你要去拿哪裡 打個電話報平安 我幾乎都是 好啦好啦好啦 就每一次去上班的時候 就一定要提醒我 說小心外面的車子跟路人 我叫鄭育成今年27歲 再過幾天就28了 我的學歷是現做高峰畢業 也就是說已經畢業10年了 目前在西本工作 育成剛開始的時候他很害羞 我曾經問過育成一件事情 他覺得他來參加我們的 這個青年活動以後 對他自己最大的改變 育成跟我講說 他覺得是勇敢 變得勇敢 他現在主動 而且他不只是 可以把自己的事處理好 他還會主動幫助其他的同伴 現在他比較願意 跟別人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經驗 別畏懼自己的障礙類型吧 就是要走出來變勇敢了 參加自我參導以前 其實我也蠻 我也蠻懼怕 我也蠻懼怕我的內心 然後也不太願意 也不太願意跟陌生人接觸 參加自我參導會議以後 我就是會慢慢關心社會的事情 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全台都有朋友 世界已經擴展到 香港澳門了 順便關注國際上的生意障礙者 他們 他們遇到什麼困難 一般人很容易看到智能障礙者 就覺得他們很笨 他們是個笨蛋 不太容易理解 有很多事情講了也沒用 可是我覺得不對 就是他們跟我們一樣 其實他也可以用他 可以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 來理解世界 所以我們不應該因為他是一個 認知有困難的人 我們就認為他什麼都學不會 然後就連機會也不給 社會大眾如果願意的話 應該是要讓他們也有更多的機會 就是 你要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 然後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有 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如果想的話 就是想學開車吧 因為總會有那麼一天 就是父母 父母 沒有辦法自行開車 帶我們出去玩的話 就是可以換我開車 多遠的地方我都願意帶你去 我要去哪裡 他都肯載著我去 你對我太好了啦 媽媽很高興 逸臣你改變了很多了 有什麼問題都來找我 我會給你很多方法 就 就 就請他們不用擔心 即使未來他們真的 他們真的走到那一步了 也不用擔心我 我會自己想辦法活著 我會給你到一步了 我會給你很依靠